然后咱们就来说 咱们来分析另外的一个东西 现在就是咱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说要分析一个东西 我们需要就是指定好 你的一个分析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都要进行分析 比如说咱们现在举个例子 咱们就想看一下 人口的一个增长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 首先就是我在这里 在这里也可以算一下咱们人口的一个密度 人口的一个密度 就是说任何总人口数 除以咱们的一个领土面积 得到这样一个人口的一个密度 然后现在我想算的一个值 就是说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 咱们现在就是比如说美国的一个人口 它的一个变化情况 可以说从这个60年开始 到咱们现在的一个17年 现在人口是不断的上升 那可能这60年就是刚打完仗 人都打没了 然后越来越来 现在都是和平时期 咱们人口数都是比较多的 那现在就是我可以看一个国家 咱们人口的一个增长情况 那假设说呀 我现在想看一个区域呢 比如说我想看一个North American 就是咱们的一个 在一个区域当中啊 所有的一个人口数量变化情况 这个时候啊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说 我对每一个国家呀 就都得指定出来一个颜色了 然后看它的一个变化情况 那大部分国家就是 可能就是说对你人口大国来说啊 它的一个增长是比较大的 但是对于一些小国家 本身就是几十万的人 或者说是本身也就是 一共就几十万人 那再增长能增长到哪去啊 所以说它增长人口啊 是比较小的 这种情况下 就是不利于咱们进行分析 因为很多我们来看 咱们想统计这么多国家 但是呢 这么多国家的值啊 它都是对接在一起了 我们看不出来一个明显趋势 就是说对于人口增长这个指标吧 那现在啊就是怎么办呢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啊 就是可以指定好 咱们参照的一个指标吧 比如在这里 我们就看人口的一个变化 那其实这个参照指标 是可以进行变化的吧 就是说我们就是可以选择 咱们一种统计的标准 我们可以统计就是 它的最小值平均值 中位值最大值 或者说啊很多其他值 那假设说现在呢 我在某一个年份当中 我想看它的增长值 并不想看当前人口数量 而是想看啊 就是说它基于咱们的一个最小值 增长了一个百分比是多大 我们想看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现在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最小值 这样呢我们就会看到 就是说每一个国家 在这个最小值为基础的一个基点上 它人口啊增长的一个速度 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我又画了一个图 刚才这些图啊 不是都堆叠在底下了吗 但是现在啊就是说 对于我现在来说 呃我们让一个起始的原点 相当于啊就是咱们的一个基数嘛 相当于哎呀 从最小的一个人口数开始 然后呢咱们让它人口数啊 就是看一下它增长的一个比例 是多大 变成最小的几倍了 那现在啊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着随间的推移 我们对于人口增长的一个倍率来说 画了这样一个图 那这个图啊 要比上面那个图好吧 因为在这个图当中 几条线我能明显的区分的开了 不是所有线都堆叠在一起吧 所以说啊 当咱们在进行一个分析的时候 我们也得考虑一下 嗯 咱们分析啊 一个起始的变量值是等于多少 或者说 你可以指定啊 就是你的一个统计的一个维度 或者说统计一个指标 是长什么样子的 按照一个什么样的统计指标啊 可以使得你在做这个可视化 或者说 一个是要给别人进行展示 一个是给你自己进行一个观察吧 当我们自己看 或者说给别人看的时候 让这个东西啊 最好能一目了然啊 一看就知道 我们这个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我们并不想知道 当前人口发 当前人口是多少吧 但人口是多少 对我来说不太关心 我只想知道 它增长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改变一下 咱们统计的一个策略了啊 从我们的一些其他指标上 比如说从最小时开始 看一下我们增长的一个倍率啊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统计的方式 然后呢 如果说啊 这种统计方式看起来 还是大家觉得 哎呀 不是那么特别明显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还可以画这样一个热度图吧 在这个热度图当中 我们把每个国家画进来 然后呢 同样啊 我们的一个就是维度 还是说 它基于最小值的一个倍率 只不过说 现在我们用这样一个热度图 来表示一个倍率 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出来 这是啊 对于我们统计的一个年份 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吗 然后啊 每个国家 它的一个人口增长的一个速度是什么样 在这里啊 就是说 颜色越深 代表着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 它人口增长的一个速率是越大吧 颜色越浅 增长速率越低 因为颜色浅呢 对应于啊 咱们是一个小 比较小的值 颜色大 对应着一个比较大的值 对于这样一个热度图来说啊 我们就可以更清晰的看出来啊 对于咱们现在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区域当中 速度的国家来说 它这个数值啊 在咱们人口增长上的一个变化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 难一年啊 它增长比较多 这就一目了然 就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度图 给它看出来吧 就是说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自己的喜好啊 如果说喜欢咱们的一个折线图 咱们就画这样一个折线图 不喜欢折线图啊 我们觉得用这样一个热度图啊 清晰起来啊 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嗯 下面啊 咱们要来探索一下 就是可再生水资源啊 它的一个量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还是要看 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是长什么样子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分布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就是说啊 就是说哪些国家 它的一个分布 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里呢 一个明显的趋势 还是说 它是一个倾斜的吧 跟咱们之前那个人口倾斜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个logx等于处 就是说对它 作为这样一个对数变换嘛 对于每一个指标 我们都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变换 变换完之后呢 近乎啊 咱们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格式吧 但是肯定啊 不能消除咱们的一个风度 还有偏度的 消除啊 这些事比较难 除非你这个东西啊 在做很多很多变换啊 咱们也不去做这些变换了 咱们暂时就是说 它已经近乎啊 符合咱们一个比较标准的分布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画啊 还是跟之前一样 对于每个变量 我们都可以统计出来 这样一个指标 对于哪些国家啊 它的一个可栈生和水资源 它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 增长的速度啊 是比较快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热度图啊 给它显示出来 那这里啊 就给大家解释 说了一下 在咱们的一个统计分析当中啊 如果说 对于我的一个单变量 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这样进行一个分析 是不是该给大家举了 咱们的一个人口的例子啊 然后可栈生水资源啊 跟这个差不多 咱们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去看了 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啊 就是画很多个图 统计出来啊 咱们很多量的一种变化情况 这个啊 就不给大家一个个去做了 咱们的数据啊 它的一个量是比较大的吧 如果说啊 大家感兴趣啊 咱们就自己啊 再把这些值啊 一个一个的做一遍 统计一下啊 或者说 咱们就是探索一下 单个变量之间啊 它的一个变化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